公司會給我們吃減肥藥 一餐吃無科 我每個腳趾頭都有斷 他們通常都是從年紀很小的 像我是 我11歲就去世京 那大概12歲就去了美國 培訓 早上10點到12點之前 都是popping跟locking 那12點到1點是吃午餐 1點到3點又是跳舞 3點到6點是唱歌 6點到7點是吃飯 7點到10點是跳舞或唱歌 看我們被排了什麼 所以一天以內會做很多很多很多的 練習 培訓 芭蕾舞是很痛的 你有可能從小你學 然後你最後要用墊腳的 我每個腳趾頭都有斷過 因為就是你要一直不斷的練 你一直不斷的練 你才會考到下一個 斷了的時候我沒有去看醫生 我再把他包起來 因為我 我有表演 所以我就繼續跳 然後跳完 發現 喔 他已經 就是 怎麼說 那個骨頭已經 直接 變形 已經接過去了 就譬如說你斷骨頭的時候 他不是會這樣 就是本來是一起的嘛 他斷的時候會這樣子 那他接回去 他就會自己接回去 對對對 你不知道嗎 很多韓國的藝人 為了要高 會把腿打斷 所以他打斷的時候 是這樣子兩條 讓他自己 復 復 恢復 他就會 中間長東西 你就會變高 再斷一次 你就這樣 然後他就會變高 所以都不用去看醫生 就讓他自然 就是 那是一個 好像是一個整形的方式 對 好像韓國很 很流行 為了要高嗎 因為韓國人的 深眉觀有可能跟 一般人不太一樣 還更嚴格 那 那個時候 我們的要求就是 我要瘦到大概 三十八公斤 差不多 所以那個時候真的是 很瘦但是很不健康 我非常不推薦 之前在看到就是韓國的說 女士說 一天整 一餐整吃 一杯的量 他是真的嗎 呃 對 對會 他們會這樣 對啊 但是我覺得 我們之前 公司會給我們吃減肥藥 然後 建議的量是 一餐吃一顆 但是他們會給我們五顆 一餐吃五顆 那 就是 一餐吃五顆 對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有一點 有點誇張 對 會心跳的很快 會 大概有半個小時 沒有辦法正常的站起來 你會很暈 因為大家應該會爆快 對 語言 一剛開始會覺得有點困難 因為我完全不會講 真的完全不會講 我第一章的時候 我跑了很多校園 然後 我就會告訴我的歌迷朋友們 所以就是 你如果想要找到更多的 Details 我的訊息的話 你可以上我的粉絲團 然後大家就 驚嚇了 我還說 怎樣 怎麼了 我講了什麼 然後還好 旁邊的主持人仙令傑就說 唉唷 我知道你在 你想說什麼 然後他就跟我說 你講粉絲很像那個 就是 就是 這個 對 然後他就說你要 因為粉 是三聲嘛 那你有一個body language 就是你可以蹲下來 就會粉 絲團 對 對 對 很好笑 有時候在外面講 然後突然看到我想 低一下 然後覺得 在幹嘛 我覺得我是一個很幸運的人 因為其實沒有想到 愛妮會這麼收歡迎 那 既然還這麼收歡迎 我覺得是很感人的事情 我有很多歌迷啊 還是是很多 就是會follow我的人 然後我會常常看留言 他們就會說 我因為你的歌跟我女朋友交往了 整個四年 然後譬如說我看到 我被邀請去參加很多婚禮 然後唱這首歌 然後我就覺得 很感人啊 就是我可以因為一首歌 就是讓這麼多人 be together 就是 在一起我覺得是 很 很神奇 有時候我看到被嗆的東西 都笑 就什麼 呃 我記得有一次 我po一張照片啊 然後 就是 嘖 我那個時候變得很瘦 然後我就找到一個 我大概14歲買的bikini 然後bikini不是都用綁的嗎 然後我就發現 欸 因為我之前會覺得我的下半身有點大 那我竟然穿得進來 我覺得很開心 like yes 就是竟然那個時候 我還是可以穿 然後我就 分享這個給我歌迷 我就說 你看我找到我的 14歲時候的bikini 然後 我竟然還可以穿 喔 嘖 就是很開心 然後好像有人留言說什麼 所以你14歲之後 你知道你就沒有在找 之類會覺得很好笑 就真的很強 會覺得很好笑啊 對啦 那你不會想反擊那些 不會啦 我不太會了 對啊 我覺得 就是 網路上是一個很老秀的地方 你只要 我覺得你只要對自己有自信 其實你就不要被那些雜音影響 對啊 我覺得 網友是很有創意耶 雙命也很有創意 我有時候看他們流的言 我會覺得哇 你是想了多久才有這個機會來流這個言 對 所以有些comments真的是 真的是 哇 很酸欸 好酷 用這裡 所以你蠻正想的 欸我覺得就是 他 真的不認識真正的你 所以其實他的判斷是不準的 不可以 Virgin Runaway They say No one will love you as you are And I'm watching home to be our top 愛你愛你愛你 I need Sue時都要一起 Oh I need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want to be with you all the time I need I need Stinky tofu Yeah yeah that's perfect That's so good they're gonna love it 再加上臭屁股 可能聽到一首歌 你就會覺得 想阿伯的事情什麼的 那我也希望我可以 就是當人家有可能 比較心情不好啊還是什麼的 就可以聽到我的歌 然後得到安慰